好,大家早上好,谢谢你们来参加这个课程,然后我是今天的老师,我叫夏静,可能有一些新的同学也有一些昨天晚上已经来上课的,所以我还是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课程。 这个课程今天是第二次了,我们今天的课一共是40分钟,然后等一下上课的时候,我会先给大家讲我们今天要学的生词,然后再学习里边的课文的内容。 然后因为这个上课的时候我们的人数比较多,又是在这样的一个网络,不是在教室里,所以我会先把大家的麦克风关掉,如果哪位有问题的话你可以举手,我再帮你打开,好吗? 然后上课的时候,因为是我们用这个Zoom来试试上课,可能会和我们在教室里不太一样,我会说的比较多一点,如果谁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在下边发消息给我,我看到了以后,我会可能快下课的时候,或者如果不是很难的问题,我会马上就回答你的,好吗?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上课,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好,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首先欢迎大家,然后这个课程是Coutria举办,然后是华语教学出版社帮我们支持的, 所以我们也谢谢出版社,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所有的生词,大家可以看一下,一共有13个词,这13个词里边都非常的重要, 然后有几个词是我们可能在网络上会经常听到的,还有几个词是口语当中也经常会用到的, 所以到时候我会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先来一个一个的学,对不起,我要录一下,好,比如说我们来看第一个词,第一个词是,拼音是B, 大家可以自己默默的跟我读一下,B,它是一个动词,word,那B的意思是说,让人,让人做不愿意做的事情, 就是我非常不愿意做这个事情,然后呢,别的人一定让我去做,那我就说,他逼我做这个事, 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structure,是逼,逼一个人,B somebody, do something, 比如说我有一个例子,说小时候妈妈总是逼我学习,你看,因为小时候,小朋友都不喜欢学习,我喜欢玩, 但是妈妈总是说,你学习,你学习,你写作业,对吧,这个我就可以说,妈妈总是逼我学习, 所以看,逼 somebody, do something,逼我学习,好,然后再看,我不喜欢胡萝卜, 可是妈妈总是逼我吃,胡萝卜我觉得不好吃,味道不好,可是妈妈觉得胡萝卜对身体好, 所以她总是让我吃胡萝卜,不吃不可以, 这个就是妈妈逼我吃,这是第一个structure, be somebody, do something,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我们可以用一个被, 应该有很多人都学过很长时间汉语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被,把和被, 我们可以说A,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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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在这儿,这个地方常常是B以后的结果,result, 这三个汉字看起来特别的像,它只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个是财,下边是一个衣服, 然后第二个字的下边是一个车,这个下边是一个木,哎呀,这个太像了, 所以有的人就说天哪,我要被这些汉字逼疯了,疯啊,我要被这些汉字逼疯了, 就是怎么办呀,太难了,这太像了,我记不住, 但是我一定要记住,不记不可以,这个没办法, 就是我被汉字逼疯了,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啊, 邻居的孩子每天晚上哭,我快被他逼疯了, 你看,每天晚上我要睡觉,但是这个邻居的孩子都哭, 所以我都不能睡觉了,每天晚上不能睡觉, 所以我被他逼疯了,啊,然后看最后一个,说, 他被那个坏人逼死了,就是坏人逼他,啊,坏人逼他, 最后他死了,就说,他被那个坏人逼死了, 所以大家记好,因为be,somebody,do something, 这个都是人不愿意做的事情, 所以最后的结果,这个结果,result, 常常是非常不好的,这个就是我们那个be的用法,啊, 好,然后我们看第二个,第二个是壮观,啊,壮观, 这个词它是一个形容词adjective,壮观, 一般我们用壮观来说,一个,一个事物, 就是一个东西,一个地方,或者是风景, 特别大,特别美,一定是好看的,啊, 这个我们才可以说壮观, 明白吗? 然后,来我们举几个例子,看啊, 这个,大家知道这是长城,是吧? 长城,那长城特别的大,也特别漂亮, 所以中国人一般说长城,都会说长城,非常壮观, 啊,然后我们也可以说,你看故宫, 故宫也非常壮观,但是因为故宫它是一个建筑, 建筑,看,建筑是building, 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这是一个壮观的建筑, 好,然后再来看这个,大家看得清楚吗? 那,这儿有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人, 他们在一起可能做什么事情, 那这样的,我们叫一个场面, 就是在一个地方,有很多人, 正在做一个事情,这个叫场面, 那这样的场面,我们叫壮观的场面, 你也可以说这个场面很壮观, 所以这个,壮观这个词,它是一个很书面的词, 就是口语我们不太常常会用到, 一般你可以看书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词, 你知道它是一个很好的意思, 很大,很美的东西,风景, 我们说壮观就可以了,好吧,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它是一个词组, 再来看啊,是谁,谁, 在这儿有两个谁, 有两个动词, 这是它的structure, 它的意思是说, 每个人都做这个事情, 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做这个, 然后大家做完了以后, 结果,这个verb 2是一个结果, 结果都是一样的, 很多人, 很多不一样的人, 做这个事情, 做完了以后, 结果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啊, 我们举个例子,说, 这个菜太好吃了, 谁吃, 谁喜欢, 那就是说, 每一个吃这个菜的人, 吃完了以后, 他们都会非常喜欢这个菜, 那我们就可以说, 谁吃, 谁喜欢, 比如说, 我吃了这个菜, 我特别喜欢, 然后我的朋友也吃了这个菜, 他们也特别喜欢, 我就可以说, 谁吃, 谁喜欢, 就是所有的人, 吃了都喜欢, 这样说明白吗?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 汉语难不难? 那我们说, 难不难, 你学了以后, 你会知道难还是不难, 所以我们说, 谁学, 谁知道, 谁学, 谁知道, 就是每一个学习汉语的人都知道, 汉语非常难, 我们就说, 谁学, 谁知道, 好, 我们看第三个, 说, 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 谁来, 谁后悔, 后悔的意思, 就是说, 你做了一个事情, 但是你觉得, 嗯, 你应该不要做, 如果不做就好了, 这个叫后悔, 比如说, 嗯, 很多人听说, 啊, 那个, 南螺古巷, 北京南螺古巷, 特别有意思, 然后去了, 去了以后, 说, 哎呀, 南螺古巷没意思, 有好多人, 东西也特别贵, 我, 后悔了, 所以, 那每一个人来了都后悔, 我们就可以说, 谁来, 谁后悔, 大家明白了吗, 所以在这儿, 这个verb one, 是你做的事情, verb two, 是做以后的结果, 每一个人, 所有的人, 做了这个事情, 都有一样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谁, 谁, 这个是口语, 经常会用到的, 大家可以试试, 啊, 好, 我们看第四个词, 吐槽, 吐槽, 这个词, 它是一个动词, verb, 它的意思就是抱怨, 你, 啊, 抱怨, 就是你对一个事情不满意了, 你就要把你的不满意告诉别的人, 比如说, 我觉得地铁太挤了, 人太多了, 我每天上班的时候都特别难, 所以我就会和我的朋友说, 哎呀, 你不知道啊, 这个北京的地铁真的是, 我每次坐地铁感觉我都快要死了, 这个是我在跟朋友吐槽北京的地铁, 啊, 这是吐槽的意思, 抱怨, 还有说嘲笑, 就是我们看不起这个, 我们就嘲笑他, 这是不好的意思, 但有的时候我们朋友和朋友, 我们可以互相吐槽, 这个是开玩笑, 所以没有不好的意思, 大家把它记好,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例子, 下班后, 我们去酒吧, 去酒吧做什么呢? 一边喝酒, 一边吐槽老板, 比如说, 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那我特别的对这个老板不满意, 但是因为在公司我不能说, 说了可能我就没有工作了, 所以下班以后, 我和我的朋友去酒吧, 我们一边喝酒, 我一边说老板不好, 老板做的事特别笨, 特别傻, 他是个笨蛋, 这样的时候, 我就可以说, 我们去酒吧, 一边喝酒, 一边吐槽, 老板, 好, 然后那第二个例子, 说作为一个歌手, 歌手就是唱歌的人, 作为一个歌手, 他既不漂亮, 唱歌又不好听, 经常被大家吐槽, 这个吐槽就是我们上边说的嘲笑, 有这个意思, 你看他是一个唱歌的人, 唱歌的人应该唱歌好听, 可是他唱的不好听, 而且他长得也不漂亮, 所以大家就会说, 哎呦, 你还出来干什么呀, 你还唱歌呀, 所以这个就是他被大家吐槽, 吐槽, 好, 然后我们再看最后一个说, 这个APP特别不好用, 每一个用了这个APP的人都说, 哎呦, 这个太不好用了, 太难用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 谁用谁吐槽, 这个APP特别不好用, 谁用谁吐槽, 大家明白了吗, 那你可以想一想, 你身边有没有什么人或者事情, 你可以吐槽一下,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叫同感, 这个词很容易, 它是名词, 同, 同的意思是一样, 一样的, 一样的, 那感呢, 就是感觉, 你觉得怎么样, 这是你的感觉, 所以一样的感觉, 我们就可以说同感, 我们常常会说, 有同感, 或者没有同感, 一般是有同感用的比较多, 比如说, A, 它说汉语真有意思, 那B, 我觉得, 我也觉得汉语特别有意思, 的时候开始, 有很多中国人差不多20天没有出门, 说, 我快被逼疯了, 大家还记得这个吗, 逼疯了, 逼, 让你做特别不喜欢的事情, 就是逼, 说, 我在家20天没出门, 我快被逼疯了, 我说我也是, 我也觉得我快被逼疯了, 那我就可以说, 我也有同感, 大家明白了吗, 但是要注意, 这个同感, 一般口语可以用, 书面语也可以用, 好, 我们看下一个词, 这个是终于, 我相信大家应该经常会用到这个词, 它不是特别难, HSK四级的一个词, 终于是一个副词, 然后呢, 我们经常会在这个终于的后边, 会加一个动词, 那终于的意思, 它是说, emphasize, 强调, 你用了很长时间, 特别特别的不容易, 最后, 你有了想要的结果, 大家一定要注意, 是有了想要的结果, 你有了结果, 意思是这个事情, 你已经做完了, 但是, 非常的难, 你用了很长时间, 所以要注意, 我们所有句子里, 用终于的时候, 大家一定不要忘了这个了, 因为已经做完了, 因为已经做完了, 有结果了, 所以终于一定要和了放在一起, 比如说, 第一个, 我们看啊, 毕业一年以后, 我终于找到了满意的工作, 大家看, 我用了一个了, 我找到了满意的工作, 就是我想要的工作, 这是一个很好的, 我想要的结果, 但是, 我用了一年的时间, 是不是, 时间很长啊, 所以, 我用终于来说, 时间很长, 我说, 我终于找到了满意的工作, 能明白吗? 好, 我们再看一个啊, 排了一个小时队, 大家都知道排队这个词, 对吧, 排队啊, 但是这个词我们可以把它分开, 排是一个动词, 对是object, 那中间我们可以放一个time duration啊, 所以说排了一个小时队, 终于买到了想吃的蛋糕, 你看, 我想吃蛋糕, 我买到了, 这个是我想要的结果, 是吧, 所以终于买到了, 因为我排了一个小时队, 很难, 很长时间, 用终于, 就emphasize, 好,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例子, 说, 我终于能看懂中文报纸了, 那, 中文报纸, 这个是特别难的, 大家来上这个Chinese through media的课, 也是为了能看懂中国的新闻, 或者中国的报纸, 对吧, 所以, 如果啊, 你学了很长时间的汉语, 然后现在, 你拿到了一个中文报纸, 哇, 你发现我都看懂了, 我学了十年汉语, 现在我终于能看懂中文报纸了, 就这样用, 所有的这些句子, 如果我们不用终于说, 我找到了满意的工作, 我买到了想吃的蛋糕, 或者我看懂中文报纸了, 都可以, 但是, 如果你用终于, 你就可以emphasize, 时间很长, 特别难, 明白吗? 好, 然后, 我们再来看第七个词, 抢, 抢, 抢是一个动词, verb, 那它有两个意思, 我们来看第一个, 就是, 这个东西是别人的, 我想要, 但是它不同意, 它不给我, 所以, 我就把这个东西变成我自己的, 这个是我抢, 抢东西, 你看, 我们看这个图片, 那你看, 这有一个, 这个东西我们叫玩具, 玩具, 那应该是谁的呀, 可能应该是他的, 大家看啊, 他不高兴, 他可能快哭了, 他有一个玩具, 但是这个人也想要, 他不给, 所以他现在拿走了他的玩具, 我们就说, 他们在抢玩具, 或者说, 这个人抢了他的玩具, 都可以, 好,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句子, 说, 他抢了我的钱包, 钱包, 哦, 所以这个, 大家看懂了吧, 很容易啊, 抢一个东西, 然后看第二个, 第二个意思, 这个争夺, 这两个字是争夺, 他的意思就是东西很少, 但是有非常多的人想要, 那怎么办呢, 大家就要开始抢, 比如说啊, 我们坐地铁的时候, 有时候会看到有的人在吵架, 为什么呀, 因为有一个座位, 可是有两个人, 他们都想坐在这儿, 那就快跑, 跑得快的人就可以坐, 那跑得慢的人就不开心了, 所以他们吵架, 他们因为抢座位吵架, 好, 再看一个啊, 说春节的时候, 我请朋友帮我一起抢票, 可能大家都知道, 春节的时候, 在中国买火车票是特别难的, 所以因为很多人要买票, 但是票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得快一点, 这个就是抢票, 大家一定知道微信有一个功能, 就是如果我们在一个group里边, 有人发了一个红包, 很多人就快点快点去抢红包, 就是这个抢, 大家把它记好, 抢红包的抢, 好, 然后我们看第八个词, 这个词是稍微, 这个应该不难, 很多人都知道了, 稍微是一个副词adverb, 它的意思是说不多, 时间不长, 程度不深, 这个程度的意思是level degree, 我们看例子, 说你能稍微说慢一点吗? 就是你说慢一点, 不用很慢很慢, 就是一点点, 所以稍微说慢一点, 可能有的同学会问, 那一点, 它的意思也是不多, 是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 你能说慢一点吗?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用稍微和一点放在一起, 这个就是让句子变得更强, 它的意思会更强, 就emphasize,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 稍微和一点, 稍微和有点, 它们是用在一起的, 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说, 今天比昨天稍微暖和了一点, 可能一度这样子的, 好, 这个菜稍微有一点咸, 那就是咸了一点, 但不是特别咸, 我们就说稍微有一点咸,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 第九个词, 这个词我们平时也经常会听到, 也会用, 它叫纠结, 纠结是一个动词, 纠结的意思是说, 你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或者你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但是你现在你还想不清楚, 你不知道你应该怎么做, 你不知道你应该选择哪一个, 你想不清楚, 你做不了决定, 这个就叫纠结, 这个词它是从这个来的, 大家看啊, 这是一个大树它的根, 大家看这些树根是不是都在一起了呀, 我们也看不清楚, 这个是后边到哪儿了, 所以你看, 就好像你的脑子里有很多的想法, 然后它们就放在了一起, 你现在也不清楚了, 也决定不了了, 这个就叫纠结, 好, 然后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 大家看啊, 这有两套衣服, 但是都差不多吧, 在我看来是差不多的, 但是女人可能会想说, 哎呀, 我穿哪一件好看呢, 这件漂亮, 但是它这儿是短的, 这件有袖子, 但是呢, 可能没有这件漂亮, 那我应该穿哪件呢, 它现在做不了决定, 那我们就说, 女人常常因为选衣服纠结, 我们可以说为什么纠结, 为选衣服纠结, 好, 再看一个, 嗯, 现在我想做一个事情, 我想吃火锅, 火锅好吃, 但是我不敢吃, 为什么呢, 因为我怕长胖, 因为火锅吃了会长胖, 所以怎么办, 我又想吃, 我又怕长胖, 那我吃还是不吃呢, 哎呀, 我决定不了, 我就说, 我好纠结, 我想吃火锅, 又怕长胖, 好纠结, 好, 那有的时候, 我看到我的朋友, 他就做不了决定, 他很纠结, 我可以问他, 我说, 你在纠结什么? 你在纠结什么? 比如, 我问我的朋友说,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吃火锅啊? 他说, 哎呀, 我不知道, 我有点纠结, 我问他, 你在纠结什么? 他就可以说, 我想吃, 我有怕长胖, 这个就是他在纠结的事情, 大家明白了吗? 好, 我们看下一个, 这两个词, 这两个词, 都是我们特别口语的两个词, 就是经常会在口语里边听到和用到的两个词,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挺住, 大家一定学过这个挺, 对吧? 我们以前学的挺是说挺好的, 那个挺, 但是在这儿, 他和挺住一起用, 他的意思是坚持住, 坚持住, 不放弃, 就是现在有一个很难的事情, 那你不要说太难了我不做了, 你不要这样, 你要坚持, 这个就是挺住, 我们口语就说挺住, 比如说, 最近那个, 大家知道在中国啊, 有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这个事情最严重的地方在武汉, 武汉, 所以我们经常就给武汉加油说, 武汉挺住, 武汉挺住, 大家可以看新闻的时候去注意, 听一下这句话, 所以我们这个例子可以说, 最近经常听到一句话, 武汉挺住, 就可以这样说, 我们也可以对一个人说挺住, 挺住, 就可以直接说挺住, 就可以了, 这个很简单啊, 然后我们看第十一个词, 这个叫顶梁住, 顶梁住, 这个词它是从那个房子建筑来的, 大家看啊, 住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叫柱子, 柱子, 那大家想一想, 如果这儿没有这个柱子了, 是不是这个房子可能就会倒, 对吧, 所以它很重要啊, 这是最重要的那个柱子, 所以这个柱子就叫顶梁住, 顶梁住, 就是它是最重要的, 如果没有它, 可能这个房子就会倒了, 所以那现在我们用顶梁住这个词, 说人, 用来说人, 就是其主要作用的人, 就是最重要的那个人, 我们就说这个人是顶梁住, 大家看这个图啊, 这是一个家庭, 这是一个家庭, 大家看这上边有老人, 这下边有孩子, 那老人不能工作了, 孩子也不能工作, 所以这个男人, 他是他们家最最重要的那个人, 如果没有他, 如果他不工作, 可能大家都没有钱了, 不能生活了, 我们就可以说, 他是家里的顶梁住, 他是家里的顶梁住, 就可以这样说, 那我们也可以换啊, 比如说, 如果这个人是他们公司最重要的人, 如果他不在这工作了, 可能公司也会没有了, 那我们就可以说, 他是公司的顶梁住, 就可以这样用, 这个很简单, 是口语当中经常会用的, 然后这个句子的前半句说, 上有老, 下有小, 对不起, 我写错了, 一会改一下啊, 上有老, 下有小, 就是说这个人, 他是一个中年人, 在他的家里边, 有比他老的人, 有比他小的人, 他在中间啊, 所以他是家里的顶梁住, 就这样去记, 好, 我们看这个词, 很重要的一个词是, 面临, 面临, 面临是一个动词, 大家知道面就是脸的意思, 临呢, 临就是离得很近, 所以面临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离你很近的, 离你很近的, 但是他的后边啊, 面临的后边, 常常是一些很难很难的一些问题, 不容易解决的一些困难, 所以我们比如说, 因为这次疫情, 大家还记得疫情吗, 昨天晚上我们学了这个词, 疫情, 就是这个传染病的情况, 因为这次疫情, 很多小公司, 面临倒闭的问题, 因为很多小的公司, 因为这次疫情, 他们不能开, 开始工作, 然后也没有钱, 所以很可能就倒闭了, 这是他们现在最重要的, 最紧急的一个问题, 我们就说, 面临倒闭的问题, 好, 看第二个, 说这个城市, 面临的最大问题, 是人口太多, 比如说像北京这样的特别大的城市, 它有很多的问题, 需要它很快的去解决, 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人口太多了, 所以我们说, 面临的最大问题, 是人口太多, 所以大家记好, 面临它的后边, 常常是困难, 问题, 这样的一些事情, 比较难的, 特别难解决的, 我们才会用面临这个词, 好, 然后看第十三个词, 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词, 是危机, 危机, 它是一个名词, 大家看到了危, 如果你能想到危险, 那就非常好了, 所以危就是危险的意思, 那危机,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 因为这个困难, 如果我们不能解决, 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危险, 我们用危这个字, 危机就是非常大的困难,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知道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哪一年来着, 1998年吧, 有一次全世界的一个很大的困难, 我们叫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是这个意思, 好, 比如说公司, 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困难, 是人员, 就是工作的人不够, 那我们就说公司正在面临严重的人员危机, 就可以这样说, 我们可以说什么什么危机, 大家看金融危机, 大家看金融危机, 可能我们看新闻会说, 现在是二月份了, 到了五月六月的时候, 今年毕业的大学生, 他们就要就业, 就找工作, 但是看现在的这个情况, 找工作应该不是很容易, 会非常难,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这些人面临一个就业危机, 就可以这样说, 好的, 然后刚才有同学问问题, 说那个可以说危机吗, 可以的, 可以的, 好, 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词, 一共13个词, 今天所有的词都特别重要, 可能就是那个壮观, 不太常用, 但是也很重要, 其他的都是口语和书面语, 我们都会经常会用到的一些词,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看例子, 然后试试怎么去用, 好,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课文, 课文那他的题目是说, 中年人快被在家办公逼疯了, 这个是我们说的那个, 被什么逼的怎么样了, 逼疯了这个结果, 中年人快要被逼疯了, 被在家办公逼疯了, 这个挺有意思的, 我们来看看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觉得可能我们大部分人, 比如说像我这样, 我也在家办公, 怎么就会被逼疯了呢, 我们来看一看啊, 说这两天全国有很多师生, 被一个叫网课的东西逼疯了, 就是网课把这些师生给逼疯了, 为什么呢, 说因为疫情影响, 这些学生他们不在学校上课了, 他们改成了线上直播上课, 就好像我们现在这样的, 老师在电脑的那一边, 学生在另一边去上课, 然后因为有特别多的人, 有几亿人同时上课, 那亿的意思我写在这儿了, 这么多就是一亿, 那有几亿好几个亿的人, 同时在线上课, 大家想一想有多少个人, 是不是能把长城都占满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场面, 我们就说想想都觉得很壮观, 因为人太多了, 就叫壮观, 但是效果怎么样, 这样上课好不好呢, 他说了这个网课谁上谁知道, 意思是不太好, 为什么呢, 我们看看微博对网课的吐槽有多火, 吐槽就是大家都在抱怨这个网课特别不好, 我们往下看啊, 然后看看啊, 大家都在说什么, 这有一个图说网课太欺负人了, 你看他都哭了这个表情啊, 上网课有多难, 这是话题多难太难了, 上网课的尴尬, 尴尬就是有点丢面子, 不好意思, 所以这是大家在微博, 就是那个blog, 在微博上边都在说这个网课, 哎呀都在吐槽啊, 吐槽啊, 这个记号, 所以就知道了这个网课真的是不好, 然后那我们觉得老师学生上网课太难了, 家长, 家长不上网课, 但是家长和孩子一起, 所以他们也觉得太难了, 我们就说有同感, 有同感, 家长和老师和学生有一样的感觉, 就说有同感, 但是这些家长就是爸爸妈妈们觉得, 虽然上网课很难, 但是在家远程办公, 还要陪娃上网课, 这个娃就是孩子的意思, 我们说娃娃, 娃娃也是孩子, 小孩子, 还要早起抢菜, 大家看抢菜, 因为菜不多, 可是买菜的人很多, 所以我们要快一点, 早一点, 这个就叫抢, 抢菜, 还要抢菜的他们, 才是最最最最难的, 因为他们要在家办公, 还要陪孩子上网课, 还要抢菜, 是最最最最难的, 为什么, 我们来看这样的图, 因为他们在家办公, 不是说像在公司一样, 我有一个电脑, 我自己很安静的在工作, 不是的, 大家看这个爸爸在工作, 然后孩子和他一起, 这个呢, 也是, 所以这个是太难了, 他自己办公, 然后他还要陪孩子学习, 然后还要帮孩子解决很多的问题, 这些就是这些中年人, 他们觉得在家办公比上网课更难,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孩子下课了以后, 那终于看, 终于关了网课, 因为很长的一篇呢, 特别难, 特别长, 终于下课了, 关了网课, 哇, 孩子也睡着了, 这个爸爸做什么呢, 接着写, 只写了三页的PPT, 他的工作还没有做完, 所以他要把它做完, 做完了很晚了, 要睡觉了, 但是睡觉以前, 他要订好闹钟,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去抢菜, 看, 抢菜, 哎, 为什么呀, 因为稍微慢一点, 猪肉就没有了, 你再想一想, 我买什么呢, 白菜也没了, 然后你再纠结一下价格, 说哎呀, 这个太贵了, 我买还是不买呢, 连配送都没了, 所以就是特别快就没有了, 这个配送的意思就是, 呃, 卖菜的那个商店, 会派一个人帮你送, 你买的东西, 这个就叫配送,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送快递的, 送外卖的, 但是配送是一个动词, word, 所以大家说啊, 在疫情期间, 排名前三的人生的烦恼, 就是你觉得很麻烦的事情, 前三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抢菜, 第二个是带娃, 第三个是上网课, 啊, 这些是中年人在家里工作的时候, 也要做的事情, 所以他们觉得太难了, 快要被逼疯了, 啊, 然后我们看最后啊, 媒体, 这个字图媒体, 媒体就是我们说的, 呃, 报纸啊, 电视啊, 网络呀, 这些都叫媒体, 啊, 媒体一直说啊, 疫情给在线教育, 就是通过网络学习的, 远程办公, 就是通过网络和计算机在工作的, 生鲜电商, 这个电商就是它不是有一个真的商店, 像那个天猫淘宝就是电商啊, 生鲜就是蔬菜肉这些水果这样的, 生鲜电商, 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发展的机遇, 机遇可以理解成机会的意思, 啊, 所以中年人一定要挺住, 看到了吗? 挺住, 就是你要坚持, 虽然很难, 你要被逼疯了, 但是你还得坚持, 就要挺住, 因为你是社会的顶梁柱, 顶梁柱, 因为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老人, 很多孩子, 那中年人是最主要的, 所以他们是顶梁柱, 再说了, 就是还有, 啊, 再说了, 没有一个中年人不会面临职场危机, 面临就是你很快就会遇到的一个什么呢? 危机, 很难的一个情况, 很危险的情况, 这个情况是职场, 就是工作方面的职场危机, 啊, 所以, 多一个行业发展, 就多了一个职场机会, 那意思是, 你以后, 嗯, 找工作可能会多一些机会, 所以他们觉得挺住就是胜利, 就是挺住你就赢了,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我们这个文章的内容, 它的大概的意思, 我在这儿是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了一下它的意思, 下课以后,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可以在自己再把这个文章仔细的看一下, 然后顺便复习一下里边重要的词汇, 好吧, 然后最后那这个课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来上课, 然后对我们这个课的支持和配合, 然后如果有哪位同学想要了解更多的关于我们课程的一些消息什么的, 可以看我们这个里边有一个这个二维码, 大家可以去扫一扫, 下课以后我会把这个PPP和我们原来的那个文章, 发到我们的那个群里边, 如果有需要的可以自己去下载, 好吗?